有句话,我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之一,只要能领悟了这句话的真谛,我们就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,实现人生的超越。 这句话是什么呢?这句话是,人生本就苦难重重。 各位书友,今天我们要一起共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的十四到四十页。 在共读的过程中,大家可以思考以下问题。 一,为什么说问题,是我们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? 二,自不交,到底是谁知过? 01,问题和痛苦,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证实人生的苦难。 他们已遇到问题和痛苦,不是怨天尤人,就是抱怨自己命苦。 仿佛人生本来就应该既舒适又顺利似的,他们哀疼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麻烦,压力和困难? 他们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,他们诅咒命运不公。 让他们自己,他们的家人,他们的社会阶层,他们的国家感知他们的种族吃苦受罪,而别的人却安然无恙,过着自由而又幸福的生活。 生活中遇到问题,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,解决他们的过程又会带来新的痛苦。 但是人生本就是一个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,问题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,激发我们的勇气。 为解决问题,努力,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就会不断成长,心气就会不断成熟。 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的主要工具,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方法。 通过自律,在面对问题时,我们才会变得坚定不一,并能从痛苦中获取智慧。 我们要求自己和孩子自律,其实就是在培养双方如何忍受痛苦,获得成长。 02,自不交,谁知过,孩子是极其缺乏自律的群体,但并不是因为父母管教不严。 事实上,他们中的很多人经常受到严厉的责骂和体罚,即便小有过错,父母也会怒不可恶,辱卖,威胁,恐吓,长官,脚踢,鞭打,拳击,可谓是花样担心。 但是,这样的教育方法,却只会起到负命作用,因为它本身就违背了自律的原则,没有自律原则作为后盾的管教,不会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。 父母自己不遵守自律的原则,就不可能成为孩子的榜样,只会成为百年教材。 相信每一位父母都告诉过孩子这样一句话,但不要学我,他们在孩子面前虚假无度,耐最如你,或者在孩子面前破口大骂,全叫乡家,他们缺乏长辈起码的自治力,尊严和理性。 他们形容邋遢,一堂糊涂,甚至偷懒耍华,微信弃义,这些父母的生活毫无自律。 却强迫孩子又常不稳的生活,结果可想而知,假如一位父亲三天两头胆,偶打孩子的母亲,那么母亲因儿子欺负妹妹,而对其是一体法实,如何能指望儿子听她的话,控制好情绪呢? 在孩子至难的心中,父母就是他们的上帝,神圣而威严,孩子缺乏其他模仿对象,自然就会把父母助理问题的方式全盘接受下来。 如果父母懂得自律、自治以及自尊,生活井然有序,孩子就会把这样的生活视为理所当然,而如果父母的生活混乱不堪,一堂糊涂,孩子也会照单全收。 第三,父母的爱,父母的爱至关重要,即使家庭环境充满混乱,生活贫困,只要有爱存在,照样可以培养出懂得自律的孩子。 相反,即使父母身为百万富翁,生活方式相当严谨,但如果缺少爱和温情,他们培养出的子女,照样会自一望闻。 如果我们爱某样东西,就会乐于花时间去欣赏它,照料它,你可以观察,以为上了年纪的老人,是如何精心照料自己的花园的。 他会耐心地浇水、施肥、修建、储虫、假肩、依职。 同样,对子女的爱也是如此,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他们,陪伴他们,培养孩子,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。 如果不把精力用在孩子身上,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少得可怜,就无法深入了解他们的需要,并找到教育他们的正确方式。 很多时候,在明显需要培养孩子的时候,我们做出的反应,并不是挑起大字,而是不耐烦地说道,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 我们就会赶枪怒火地发泄在他们身上,不是答,就是骂,我们根本不愿意去调查问题的本质,也不考虑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才算合适。 父母习惯用严厉地提拔教训孩子,本质上并不是教育,而是发泄自身的不满而已,聪明的父母绝不会这样做,问题发生之前,他们就能愿意花时间了解孩子,对正下要教育孩子。 他们会用恰当的督促,鼓励和表扬,以及必要的警告和责备,来巧妙地引导孩子的发展方向,教他们自律。 他们会认真观察孩子的言行举止,从孩子吃蛋糕,做功课,撒谎,欺骗,逃避责任等行为中,即时发现问题。 在对孩子的管教上,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紧,什么时候该走,什么时候该表扬,什么时候该批评。 他们给孩子讲有意义的故事,用小小的亲吻,拥抱和爱抚,用小小的警告和批评。 计时纠正孩子的问题,使问题消失于无形。 父母的爱是孩子心灵健康成长的动力,是引导孩子走向自律的唯一途径。 那么究竟什么是自律呢? 如何才能通过自律消除人生的痛苦呢? 我们将在下一篇为大家解答,本着思维导图。 领读军说,父母的爱,决定着家庭教育的优越,充满爱的家庭教育会带来幸运,缺乏爱的家庭教育只能导致不幸。 当孩子面临痛苦抉择时,聪明的父母会真心失忆地与孩子一起经受痛苦和折磨,而孩子也能领上父母的苦心,这就是自律的起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